第三天继续刷题 组织管理题 不再是上来就直接刷题了 因为组织管理题确实是有模板框架的 老师按照题型分类给我们先讲了模板 依然是给的关键词 模板讲完直接答题 每个题型列了一道题就接下一个题行了 上午讲了调研宣传整改整治 这一天我对面的人也换了 换了人我才发现了新的问题 前一天我和对面的同学都没有面试经验 也没有素材积累 水平差不多 都是磕磕绊绊的答题 整体感觉还行 但是第二天我对面的同学 国考神考都敬过面 他的素材储备非常丰富 引经据典口若悬河 我听他答题听的是一愣一愣的 对手很强大 我对模板又不熟悉 两两答题的时候我就有点不敢开口 最终导致我答题的时候会突然卡断 差不多答个一分钟左右 我就好像脑子里的一根弦突然断掉了 再也连接不起来了 一整个上午我都没能完整的答过一道题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开始反思 我之所以卡断 是因为我不想完全模板化 我想在模板里加入个性化的东西 我要窃题要就题答题 但是出于对模板的不熟悉 我是一边看着题 一边看着模板一边答题 这就导致在有限的时间内 我无法顺利的思考并答出来 这是我的问题 再来分析一下我对面的同学 他答题非常熟练 但真的是模板 纯粹的模板 尽管很流畅 但不窃题 他的很多答案不落地 他也不是太强 否则应该早就上岸了才对 怎么还跟我在这一块上着面试班呢 所以还是要克服为难情绪 要敢于答题 答得不好也不丢人 放松心情 午睡一小时 下午继续 下午讲了比赛和应急应变 讲到比赛的时候 又轮到我答题了 我参加过不少比赛 比较熟悉一些比赛规则 答题中讲到的都是能够落地的细则 整体答题内容还可以 但是答超时了 因为我还是卡顿了 我在答题的过程中断了十几秒 答着答着大脑里的那根弦 咔哒一声又断了 如果是两两对答 我可能断了就断了 我就不答了 但是十几个人看着我答题 大家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我就必须得答 我得答完整 强行逼着自己把题答完了 感觉好像也还好 没有很尴尬 应急应变题我还挺喜欢的 甚至主动去答了一题 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室友讨论了一下 决定晚上一起早半个小时回房间 自己梳理一下 这两天太多知识被强行塞进脑子里了 不好好整理一下 无法消化吸收 按照课表十点半下课回去 整理的时间还是不够 我们决定晚上十点就先回去 晚上回到房间洗漱后 翻看这两天的笔记 我发现对我来说贴近生活的题 怎么着都有话说 目前我唯一答不出来的就只有态度观点题 但看了江苏省历年真题 感觉神考会考态度观点 事业边考的概率不大 我决定态度观点题先放一放 先来整理社会现象题 社会现象题这会儿在我脑子里就是一团江湖 老师给的框架我还是看不太明白 我决定继续来看公考小马哥的视频 在家的时候 我才刚看了他的结构画面试介绍 还没来得及看他讲课 点开综合分析社会现象 我终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他把社会现象题分为了消极类 积极类和政策行为类 晚上我只来得及整理学习了消极类的题 小马哥在讲完题后会完整的答一遍 丝滑流畅 听起来就很舒坦 尤其是他讲的第一题就是 对于目前事业单位考试 大家都去参加培训 出现了很多模式化问题 对此你怎么看 笑死了我现在就是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 我花了小一万块钱 报了线下班不去上课 在酒店房间听着线上课 晚上的时间还是太少了 只听了两道题就得睡觉了 但这两题都是消极类的社会现象题 听完之后脑子里一下就清晰了 知道这种类型的题要怎么答了 自己模拟答了一下感觉很不错 舒坦睡觉 听完之后 出现了什么地方 听完之后 看起来就像这样子 在这种类型的上温 很多строй物 上温 这个过程 很好 出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